科学的说法是,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,地球上确实只出现过我们这一个人类文明,在可以想见的将来,也基本不可能再发现地球历史上,曾出现过另一个人类文明。 1972年,非洲发现了20亿年前的油矿,阿克洛流矿,古老的核百应堆,运转时间长达50万年之久,这又能说明什么呢? 虽然有调查认为,城市会在两万年内被自然分解,但是遗迹依然是有的,不然你怎么知道古埃及的金字塔,那是5000多年前建造的,可以说再过5000多年,也依然会矗立这里。 除非你把它给拆了,在亿万年里,地球每一次进步,都会出现一种最高等级的生物。 这些进化比较先进的生物,不一定是生物圈的统治者,但是作为食物那顶层的生物,它们是未来的希望。 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很久以前,人类曾经出现过一次,又经历了某种浩劫,导致地球上一无所有过呢? 这其实是有可能的,因为人类出现,也只不过是不足一万年,与地球的历史相比,就像一秒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